小红楼大饭店 新中国成立之初 百叶带兴 三栋小红楼在柳江边上破土洞攻 柳州开启了政务接待之旅 这是周总理住过的地方 这里传承着红色基因 1954年7月上旬 周恩来总理下塔柳州饭店 会见越南主席福智民 在柳州饭店群体的员工 以饱满的精神 优质的服务 对周恩来总理 以及越南福智民主席一行 进行优质的服务 2017年4月14日 在得知柳州饭店旧建筑群入选 柳州市第四批历史建筑名录后 梁柳全急紧怀施 柳州饭店建筑了新中国外交史上的开篇 也称为柳州市重要接待基地 被誉为柳州国宾馆 这里铭客着朱德 邓小平老一辈革命家 艰苦奋斗的脚步 这里烙印着江泽民 胡锦涛 李鹏 朱荣基 温家宝 李克强 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的身影 这里珍藏着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友好情怀 1979年的春天 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中国卖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中国酒店要与国际接轨 这是祖国对酒店人的要求 这是时代赋予酒店人的使命 1984年 柳州饭店被列为全国第一批 学建国试点酒店 从此揭开了国宾馆神秘的面纱 戴上家乡的味道 柳州饭店特色餐饮 走出柳州 走出国门 为祖国联通友谊之路 黄建中 吴伟 维福海等十一位厨师 十三次被中国外交部派往欧洲 亚洲 美洲 非洲十一个国家 广大了中华美食的同时 也把异国风味带回了柳州 一个酒店人才的孵化基地 传承着永不复苏 争创一流的红色基因 精益求精 品质至上的匠心精神 一批菜肴问鼎全国烹饪大赛赢奖 一批小吃 北冠与中华名小吃 丰富了柳州餐饮文化 2016年 绿岛螺丝粉 代表柳州 融获了首届中国金牌 有一小吃 那么在参展期间呢 我们的绿岛螺丝粉的展规 给参展的评委 和现场观众 取得了深刻的印象 参展半个小时 就被倾场的评委 跟观众一抢和空 绿岛螺丝粉 在柳州 已经成为柳州饭店 一道亮意的品牌 柳州饭店集团 为做大做强食品工业 秉持着质量至上 创新优先的原则 并在柳州市委 市政府的关心跟支持下 柳州饭店集团 引流食品项目 正式启动 该项目落入于 渝风区落为公园 改革开放的东风 让柳州饭店 成为全国服务业首家 国家级服务业 标准化示范单位 荣获了中国旅游饭店业 最高荣誉奖 第二届中国旅游饭店 精心奖 习近平主席说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柳州饭店营收 从1978年到2018年 40年翻了682倍 碧鹿蓝缕 已起山林 一代人欧心沥血 两鬓斑白 渐行渐远 这是一群拓荒牛 老牛满姐 韶光贵 不带扬鞭 自奋提 一代人中流砥柱 勇于开拓 砥力前行 这是一群如此牛 心有大我 无私奉献 一代人储备知识 厚积薄发 青年强 则企业强 这是一群奋劲的牛 属风流人物 还看今朝 在祖国变革的大潮中 我们就是时代的弄潮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 中国经济社会 从高速发展 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 历史聚焦于2017年 柳州市委市政府高瞻原主 批准重组成立 柳州饭店控股集团 柳州饭店正式摆脱 单体酒店的经营发展模式 走上了多元化 多业态集团化发展的道路 柳州饭店集团踏上了新的征程 新时代 新征程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柳州饭店集团管理团队 秉持树立品牌 求真务实 敢于突破 未雨绸缪 创新发展之理念 选择了诗河远方 在住梦的路上 风雨兼程 江山辱化 不复芳华 柳州饭店集团 与祖国同前进 明天会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